Hello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一分钟了解EB3移民签证 EB3移民签证一般分为三大类别 那么第一大类常见的就是EB3 Professionals 这一大类主要针对的适用人群 就是拥有本科学历的申请人 很多为富汗学生来到美国本科毕业之后 幸运地用本科学历抽中了HRB 之后办理的绿卡就属于这一类别 那么申请EB3 Professionals这一类的绿卡 是需要经过劳工证PERN的申请流程 第二类很多人较少关注 但事实上又很符合的是EB3 Skilled Workers 它主要针对的是至少有两年的工作经验 或是两年教育学历的人群 之前我们也成功帮助一位 在美国拥有Associate Degree的学生 获得了EB3 Skilled Workers的绿卡 EB3 Skilled Workers也是需要经过 PERN劳工证的申请认证的 那么EB3的第三大类 就是被称作EB3 Unskilled Workers 这一类EB3的移民签证 主要是针对具备美国长期缺乏的工作技能的人士 这一类跟前面两类是一样的 也是需要经过PERN劳工证申请的认证的 我们知道其实在实际申请操作的过程中 很多人是既符合EB2的条件 又符合EB3的条件 那么究竟应该申请哪一类 或者说您已经申请了其中的一类 现在面临这个排期表快慢的抉择 到底EB2要不要降级为EB3 如果您有这一方面的疑惑和问题 也欢迎联系咨询我们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